前兩次上課的影片 我是有把它放在Poto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看 前兩次上課第九跟第十次上課的話 這邊有個連結 我是把它放在教材裡面 裡面當然就是 前幾次 前幾次上課的相關的連結 我放在教材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點擊進來 可以看到前兩次的 包含就是說我們就 有一個Home鍵 一個回首頁跟下一頁 另外的話 怎麼樣把它轉換成那個APK 因為只有APK才可以把它裝在你的手機上面 那當然如果你要安裝APK的話 手機裡它可能會跳一個警告 安全性警告 你要把那個安全性警告 把它設定好 那個位置來源選要把它打開 那它也會產生一個QR Code 也就是說如果你少QR Code的話 一樣可以把它安裝在手機裡面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傳上去的話 特別注意那個裡面的東西 一定不能有中文 然後首頁一定要叫index.html 那其他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呢 再來就是有關那個 期末的報告 那我 好像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期末報告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 我是希望 可以 做一個文學家的一個APP 那哪一個文學家你可以自己挑 那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你要先 到時候你要交那個 第一個 你的 的壓縮檔 反正就是一個 網站的資料夾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把它傳到那個 Fonegap的網站 轉換成APK 所以你要交一個APK檔案給我 那第三個的話呢 然後要給我的QR Code 我要能夠手機上掃描 我也可以 直接安裝在我的手機上面 所以 然後那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IP 一個APK 一個QR Code 那最後的話呢 敘述一下 跟那個期末報告一樣 寫一下簡單的心得 比如你做的過程 有沒有遇到問題 解決什麼樣的 也許遇到問題有沒有去解決 最後怎麼樣 怎麼樣解決問題 那最後也許寫一個 這學期的 這個APK或者是雲端的 相關做過程當中的一些心得 那當然這個 至少500個字以上吧 OK 應該 這個部分 沒有問題吧 期末報告的部分 那如果說呢 假設你最後要拿到這個 學分的話 至少就是說你 這個幾個成績 期中考試的話 期中考跟期末 各佔30% OK 所以如果你期中考試 假設你的成績沒有很OK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期末去補足這個部分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你的那個作業成績 那當然因為每一次我們都會有出一些作業給各位 所以如果你只要沒有遲交 或者缺交的話 理論上這個部分占20 有20分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那個 最後那個初缺情部分 那個 就是 還有啦 就是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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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們這一班有蠻多同學 那個20分可能會 會拿不 拿不太到成績 因為我發現這學期 大家好像 這個 出息率好像偏低啊 不知道是 什麼 是不是你們還有別的什麼活動 還怎麼樣 我發現好像來的 而且 固定會早一點來的 大概都固定 幾位 另外的話呢 你的成績 我講過啦 你坐的座位 離我越近的話 成績 相對的越 越高 所以如果離我太遠的話 當然 盡量做近一點啦 主要是說 我比較可以知道你們的那個 作業的狀況 不然的話這個 感覺 你們 這個 到底有沒有學會 或者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要問問題的話 如果太遠 要走到你那邊的話 恐怕 也是 有一段距離啦 所以 這個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當然如果你將來 你這個期末的成績 可能你要申請獎學金或怎麼樣的話 那可能當然 還是要多花一點力氣吧 如果 你的成績希望好一點的話 當然如果 比如說你有可能有申請獎學金或者 比如說有些同學好像又有一些 轉系啦 然後省等的啦 OK 現在好像大 你們大二以後就不能轉了嗎 只能降轉而已 那當然 如果大一同學可能 轉系的這種需求 那當然你就先讓我知道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上個禮拜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布景主題的顏色 的設定 那我是希望 你們將來 可以做到的App 那個顏色的當然越鮮豔越好 也就是說上個禮拜那個我們還有簡單複習一下 裡面顏色其實 還可以細部再調整一下那個顏色的 包含就是說 它的深淺 變化啦 還有一些 相關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還是回去再把它多多練習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再來 看一下 請各位待會看一下那個 206 206這個App的部分 那今天的App的部分一樣我們相關的東西除了在雲端白板上面可以找到 雲端白板上面的話呢我們有一個這個App的練習 這個這個部分 那我們的相關的那個練習檔案 App設計這邊有個練習檔 一樣呢你就把它下載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用那個就是第 第 206題 其實這邊的話這個也是證照考試的題目啦把它解壓說 裡面的話呢206 206部分的話在這裡 那裡面呢會提供這些頁面 還有一些圖檔 就這些圖檔 那當然呢這個這個部分我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有點把它 做一個 這個什麼呢 我們大概看一下我這邊好像有一個完成的 大家看一下最後效果 做出來有點類似像這樣 就是一個 跳出來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 那裡面的話 需求就是類似這樣 總共有幾個頁面 包含呢總共有 底下一個Home 所以一樣我們一個主頁 然後Home底下的話會有一個 總共一樣四個連結 攝影名詞 然後呢相機種類 照相欣賞意見回復 那大家每個就是配置1到4好了 OK然後呢點擊進來的話這邊有個攝影名詞 所以 你在那個 這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話也可以看到 有關這個 相關的說明 Default這裡吧 你把這個Default打開 你可以看到了 這裡面其實有這四個類別 也就是我們要做事業 那點擊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 第一個 所以呢 第一個這個 這個CAMERA1 實際上就是 就是裡面要放的 CAMERA1 所以 底下的話呢 將來產生的東西就是 1234 總共四個東西 那就四個頁面 那當然呢你點選的話 一樣 你可以 跳到這邊 這邊一樣可以Home 一樣可以下一頁 甚至將來的話 顏色也可以把它變換一下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把這個 我們要的素材先下載 另外的話一樣在桌面上先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 資料夾 反正呢 你只要做APP第一步 一定要 增加一個 這個資料夾 放這個網站 那名稱也許叫什麼 206APP好了 OK 記得 建議就是裡面盡量不要使用中文 因為如果你使用中文的話 你要把它上傳到那個Fonegap網站 它就會 出錯 OK這個可能請各位試一下 裡面的話再來就是把Dreamweaver程式打開 那我們就是 一樣 建立 這個後續的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下載那個 我們的範例的檔案 練習檔案在這裡 那裡面有206 你把它下載解壓縮 裡面的話206 206裡面有提供這些東西 方圜圖檔在這裡面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 總共有幾個頁面 三個頁面的話 123 當然它裡面預設的Default就是 123就是這三個 就是 攝影名詞 相機種類 然後照片信 意見回復的話 我看你自己就另外創意 上面可以比如說放一些聯絡方式 包含就是你的Email信箱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連Line 或者是等等 假設 你可以這個地方就是讓人家怎麼去找到你的相關訊息 總共有四個東西 做出來我大概Demo一下 就類似長這樣子 OK 就是說一進來的話 也許上面 你就放一張 就像之前我們做過類似的 上面放一個橫幅的一個圖 圖在哪 這個圖的話 實際上 在這個Images 裡面就有了 這裡應該有一張 Cama People的圖吧 OK 你們再找一下 Cama People 這裡面沒有 OK 再看一下 我記得應該在這裡面有一個Cama People 在這裡 這一張 OK 然後把它放到這上方來 另外的話 總共有四個連結 所以四個連結 我們就是產生四個Page 再加Page1 Page2 Page3 Page4 我們就是把它放在一個List View裡面 一樣做成圓角 甚至如果你要可以複習 上面 我們之前有圓角 上面還可以有一個 標題有沒有 你也可以再加一下 上面比如說 各連結 等等的 比如說 上面 也可以再加一個 那底下的話 就做一個Netbar Netbar的話 再來就最後呢 把它做個 換個布景主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攝影名詞 點擊進來 就這個 這個 裡面的文字 基本上就是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範例的檔案裡面的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 Cama People1裡面 你打開有沒有 就這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把這個 這個就是等於是我們的第一個連結 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連結 第二個連結在這裡 裡面有 包含什麼呢 相機種類的話 包含有這幾種 這個是一張圖 然後呢 總共這個文字敘述 然後裡面 到底是什麼 這個 這個圖 然後對應到一個標題 一個說明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圖 一個 標題 一個說明 總共會有四個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有四張 連結 四張連結 第一張就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個總共有 有四張圖的話 就是 應該這個是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有點像是一個 相簿 那我們做出來的話 類似有點像 這樣的結果 秀一下 給各位看 就是這個點進來 它就是攝影名詞 那這個點進來的話 比如下一個部分 相機種類 那相機種類 因為有 四個相機的種類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分成四頁 所以呢 這個也許是 Page 1 這個是Page 2 那2的話呢 這邊Page 2-1 2-2 2-3 2-4 所以你可以分別把它分成 本來它是放在一頁裡面 然後把它拆開來 所以這個地方 一張圖 一個說明 OK 然後這個標題一個說明 數位相機 然後你甚至這邊有個Next 下一頁 或者是回首頁 回首頁 等於是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不是回最外面那個首頁 回的是這個 相機種類的首頁 然後輕變形的 就輕變形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下一頁 可以Home 也可以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什麼 玩具相機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 SX70 OK 那你會發現就下一頁 這個下一頁指的是 下一個相機的介紹 然後Home的話就回 這個主Menu 所以這個主Menu的話實際上 是回上一層的 首頁 那當然外面這邊還有一個首頁 是回最外面那個首頁 OK 所以相機種類的話 分成有四種 裡面的話 你們自己再去找 這四種 其實就是那個 Camera 2裡面的 這個資料 再來相片欣賞的話 你可以怎麼呢 這是第一張 然後你可以怎麼 上一張下一張 這個可以變上一張下一張 相片欣賞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 有點像一個相簿 可以讓人家怎麼呢 你可以往上往下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往下一張 有沒有就下一張 總共好像有四張而已啦 所以你可以四張照片 一直往下 然後一直往上 這個效果的話怎麼做出來 其實也一樣啦 你就Net 這個是 這個是 向下的那個箭頭 這個是向上的箭頭 那只要是點選他的下一張的話 那就是把下一個page把它找出來 下一個page 所以你要怎麼樣下一個可以把下一個找出來 那變成這邊 這邊可能還是一樣 相片欣賞 如果有四張圖的話 那可能還是需要準備四個頁面給他 有沒有 所以 3-1 3-2 3-3 3-4 OK 那最後當然有個意見回復啦 意見回復點進去就是變成是page4 裡面的話也給我敘述一下 如何跟你聯絡 我的email信箱 我的電話 你可以 自己 把那個 或者你們公司的logo 假如你可以自己 不知道他人也要創一個logo 把意見回復裡面呢 可以秀出一些訊息出來就ok了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該怎麼做啦 其實喔 流程大概差不多 所以以後固定的 第一個 我們一樣怎麼樣 先大概知道邏輯 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開始設計嘛 設計的方法 第一個 打開 Dreamweaver把這個環境先改成 傳統的 因為如果沒有傳統上面這個面板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開一個新的檔案 跟正一下 先傳統 第二步的話呢 一樣先進 新的網站 因為 無論說你任何 你要重新開一個新的App 或者是說呢 你要 把上個禮拜 之前的 做練習 你一定 記得喔 第一個動作一定要是 新增網站 因為如果你沒有新增網站 那你做出來的那個App 一定會有問題 我發現好像 大部分同學都錯在這裡 OK 這邊做出來 連結一點結 奇怪怎麼沒有連結 連結失效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不在一個網站裡面的話 他的連結會變成絕對路徑 絕對路徑的話呢 他就會 假設你換一部電腦的時候 那就連結失效 當然你自己的電腦都OK的喔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有同學 自己電腦跑OK 但是問題你交追給我的時候 我點擊 發現錯了 那表示說呢 你一定是沒有新增網站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一樣的動作啦 就是新增一個網站 然後我名稱就是給 206App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就把那個 選到 因為我剛剛已經在桌面上 建了一個資料夾 叫206App 然後呢把它選起來 這樣就OK 其實跟前面做法都一樣 好儲存 裡面就有個空的一個網站 再來的話呢 才是開一個新的檔案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無論 做 任何的App 一定要先從網站 開新網站開始 才是 開一個新的檔案 你不要直接開新檔案 這個是錯誤的喔 OK 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然後新增一個檔案 那檔案的類型 一定要是HTML5 然後建立 好 那我是建議啦 這邊按分割 把它分割開 左邊右邊 我是建議直接先把它存檔好了 存檔名稱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把這個 改名稱叫 index index 這個字 絕對 絕對 不要拼錯 如果你拼錯的話 你上傳到那個 這個fongave網站上面 一定會出錯 把它儲存 OK 存檔 那存檔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再來試著做 剛剛這個地方了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們需要幾個頁面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啦 理論上應該就是 1 2 3 4 然後再加上 這個有 2-1到2-4 這個有 3-1到3-4 OK 所以總共的話 就這麼多 4個 再加上個別的 4個 4個 所以總共有 12個喔 那現在 頁面越做越複雜啦 所以喔 可能會出錯的狀況 也就越來越多 那怎麼做喔 當然特別注意喔 記得啦 一樣在這邊 假設12個頁面 你就先 先插入 記得一定要是放在 Body跟Body中間 然後呢 做什麼呢 JQ Mobile 裡面的話 插入這個頁面 記得一定是插入到 Body跟Body中間 記得喔 不要放錯位置 插入這個頁面 那頁面他會跳出這個 因為 將來的話我們所有的效果都是透過這個JQ Mobile來做的 所以他會跳出說你要不要 幫你把 這相關的東西幫你放在網站裡面 當然要啊 按確定 OK 然後呢 你要產生的頁面叫做Home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 第一個就Home 然後 夜守夜尾要不要 其實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 會有個夜尾 也會有個夜守 那當然夜守夜尾都要 OK每一頁其實也都一樣的模式 所以我們乾脆夜守夜尾 都要 所以Home然後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呢 他會自動幫我們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 這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特別特別小心喔 因為之前 蠻多同學 插入頁面的位置錯了 所以 將來 要連到別的網頁 奇怪都 都不行 那特別注意啦 如果你做錯了 要改真的很麻煩 除非說你的那個 對於 DIV 看得懂這個啦 因為如果你這個DIV 標籤 假如放錯位置 他就不能連結 之前有同學 發生這樣的問題 還好呢 要透過銳利的眼睛 才有辦法辨識 除非你要對這個程式碼很熟悉 不然很難改 那第1頁做出來之後 控油了 那第2頁怎麼做 像我一般的習慣 要不然就是在底下 尤標請你不要放在這個DIV裡面 直接插入 比如說之前有同學 可能尤標放這邊再插入一個頁面 那問 就會很 很 不OK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這個頁面裡面 再插入一個頁面的話 他將來 彼此之間就不能做超連結了 這一點要特別特別特別的小心 OK一定要放哪裡 放這個DIV 頭跟尾的外面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間隔一個算了 那你可以再插入第2個頁面 然後這邊叫Page1 按確定好了 你底下就有一個了 有沒有這邊就一個 而且 頭跟尾是分開來的 你不要放到人家裡面 如果你放到人家裡面的話 會變這樣 比如說像這樣 人家的裡面 那當然你這邊看到是OK的 可是將來你要做超連結就不OK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然後把它搬出來 那當然第2個 一樣嘛 在插入 然後這邊Page2 然後呢 這個Page2就OK了 Page2它放到地下面 我把它放在上面 我把它放下面好了 Page1 Page2 甚至 以後如果你做熟了 甚至你可以把這邊 層次複製算 複製之後 把它貼上 這邊改成Page3 這邊改成 再貼到這個外面 這邊貼上 叫做Page4 這樣也可以啦 Page Home 然後Page1到4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 2-1 2-2 2-1 所以我們 也可以 同樣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那 乾脆就放在 Page2的下方好了 所以 2-1 2-2 你就直接貼好了 貼之後的話 在這個id 叫做Page2-1 不過我建議啦 你不要用減號 2-1 理論上 這樣子啊 可是 減的符號常常會 出問題 所以我的習慣是用底線 底線1好了 這樣子 2-1 然後呢 再來就是Page2-2 2-2 OK 然後再來就是Page2-3 其實我覺得用貼的好像比較快 不然你如果重新再 插入頁面的話 比較容易 比較 第一個比較容易做錯 第二個的話 也比較麻煩 這個是第2 然後呢 第三的話就一樣 就是你乾脆就把第3的 頭跟尾 OK 頭跟尾 尾巴在這裡喔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有 夜首夜尾的話 他的Page一定是在這裡 所以他的什麼呢 DeltaRaw的Page 的DIV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然後呢 他的head在這裡 DeltaRaw 他的頭在這裡 頭的DIV 頭的結束DIV 內容的話在這裡 有沒有然後 Footer就是他的夜尾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喔 基本上喔 一個頁面裡面呢 如果有夜首夜尾的話 那當然喔 總共會有 4個DIV的開頭 也會有4個DIV的結束 那這個結構一定不能出錯 如果出錯的話喔 那後面呢 整個就亂掉了 OK就連結失效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DIV 這個Page3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 貼到底下 這個改成Page 3-1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貼 這邊叫3-2 這個 然後底下的話 再來貼 記得貼到這裡 那你可以中間喔 換行多一點 沒關係啊 你可以把它隔開 盡量不要做錯 因為只要一個做錯的話 後面喔 整個就全部 亂掉了 OK 那我們架構就做出來了 不過可能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 這個頁面喔 有些時候啊 假如說一直要自己產生的話 那會不會 變成要做很多 功夫啦 其實還有另外方法 你可以在裡面寫程式啦 不過寫程式的話 你變成要寫JavaScript 那如果說你要寫JavaScript 我之前有教過啦 那 我覺得我們這幫我就暫時就不教那個程式部分 因為教程式部分的話 對大家來說 應該會是一個 蠻困難的點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找相關書籍來看 JavaScript 當然了現在喔 其實 這個一般做這些東西的話 很需要就是 至少啦 你要會程式的底子 如果你會程式的底子喔 我想你要找工作應該就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要找薪水高的 工作呢 相對的也比較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像比較技術性的工作 才有辦法 比較拿比較高的薪資 抽勞 OK 而且相對的 也比較好找工作 你不用擔心說 你會找不到工作的問題 現在其實還蠻缺這方面的人在 因為 你會發現現在我們手邊 大部分的應用都跟這個有關係 像你說做手機APP 像 大部分只要有公司 他都會想說 我如果要行銷的話 大部分 我要登報紙 現在應該沒有人看報紙 我要登雜誌 應該沒有人看雜誌吧 那不如怎麼樣 我登在哪裡呢 我應該登在一些 像YouTube 或Facebook 有沒有 或者甚至登在人家的App上面的廣告 可能還更加的有效 OK 所以 當然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你將來 希望呢 能夠 比較 這個應用比較 這個多的話 相對的話 還是把這個部分的技術 給了解一下 所以剛剛有提到 但程式我可能就 不特別提 我們先把這個先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 做出來就是這麼多頁面 哇 總共有一個home 有沒有 然後home在這個 當你要選這邊 這邊程式如果不好選 你可以選這邊看一下 這個頭尾有沒有 然後點上面這條線就可以 這個是page1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page2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算一下應該是13個頁面 13個頁面 然後我們分別把這13個頁面分別完成 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了 OK 不過還有段路要走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些動作的話跟前面其實是一樣的啦 只要你不要做錯的話 應該 至少這個要做出要的結果 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試試看 對 我們可以做出這三個月 看你 可以這樣做了嗎 請問嗎 我請問你 這一次 我想之後